难产当天 我老公选择两个都不保 只因为我死了 他就可以继承我的亿万家产 和他的小三双速双飞 所以我死了 但是我又重生了 成为了小三肚里八个月的孩子 我一个微笑恶魔脸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哦 正文现在开始 本来我是想要重生成渣男体内的区的 可以扭曲爬行 但想想那家伙平日里一天三顿小烧烤的架势 估计体内环境会很恶劣 我想了下 就把目光盯上了小三的肚子 私溜一下进去后 我成了他们的宝贝儿子 想我和渣男结婚才一年 他们的儿子都八个月了 可想而知 平日里他们背着我约会了多少次 我是到死了才知道 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哼 想要老娘的财产 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 虽说我现在是个八个月的孩子 可我已经长出手脚了 可以尽情活动了 我邪恶一笑 爸爸妈妈我还是个孩子 所以调皮点没问题吧 我开始在肚子里疯狂蹦迪 我各种劈刹 把旗带当做绳子做起了普拉提 把胎盘当做我的沙包练泰拳 把羊水当做我豪宅里的游泳池 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由发挥 好痛啊 按研究命啊 我这一锅操作下去 卢倩倩同学碰得眼貌惊心 许颜赶来 吓得当场呆住了 为什么她的肚子会变成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这是一个孕妇会有的肚子吗 你 你怎么了 她是想上前帮忙的 可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这不好服啊 而且那三角形看着也挺扎手的 一时间就愣在了原地 卢倩倩虽然说不出话 但在心里已经把她骂了个千万遍 我笑 这就生气了 那我当时难产疼的死去活来的时候 怎么也不见得你这个闺女说句人话 反而在一边吃笑 不就是生个孩子 矫情什么呀 所以你现在就是怀个孕 矫情什么呢 何况这才开始呢 卢倩倩这副吓人的样子 让徐妍直接开车 把人送到医院 开口就是 我老婆肚子很奇怪呀 先开衣服一看 医生们都惊呆了 前所未有的医学奇迹呀 他们寒窗苦读的书都白读了 科幻小说都写不出这场面啊 一个人类孕妇的肚子居然可以变形 一会儿三脚形 一会儿方形 一会儿梯形 就是不变圆 医生们怀疑 这孩子走的是刚正不阿的路线 打从出生就不知道什么叫圆润 是个天生当法官的料 只是这肚子不好做必超啊 改个其他方式吧 于是乎 我感觉到了一个圆乎乎的探头 接近了肚子 哇 这是我的新蓝剧吗 我抓住必超探头疯狂扭动 我要开急速赛车 谁也不能阻止我的赛车梦 一通操作 由倩倩脸上毫无血色 疼得快晕厥过去了 原本我在她肚子里就让她快挂了 现在这波极品飞车下去 她有种马上就要上天堂的既视感 徐燕惊呆了 赶紧求助医生 医生 你们快想点办法呀 救救我老婆呀 医生们是想 但是不能啊 这探头还被我紧紧地拽着呢 可能是你们家孩子以为这是玩具 徐燕一听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 但一想人家是权威医生 估计不会错 那这样的话 就是自己生了个脑残 我看气氛都到这里了 不做点什么也不太好意思 于是我对着探头微微一笑 然后一边做B超数据的医生就吓哭了 哦 你说话呀 奥特曼啊 只见B超屏幕上 突然多了一个奥特曼的脸 嘿嘿 那就是我的做的表情 看把你们给惊讶的 不就是个奥特曼吗 还好我认识的少 不然高低给你们来一个奥特曼全家 医生这 这是怎么回事 徐妍已经从一开始的惊讶 转变成了恐惧了 想想也是 自己是人 怎么会生出一个奥特曼呢 完全就是跨越物种的存在了 医生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看着愁眉苦脸 开始怀疑人生的表情 都忍不住想问一句 你到底对哪些奇怪生物 做过了不可描述的事情了 这可能是我们医院设备的问题 不如你去上级医院 这话明显就是送客了 徐妍吓坏了 医生你们不能放弃啊 就连卢倩倩也挣扎着起身 哭喊着说 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爱妈 这哭嘻嘻的声音 真他妈动听 都给老娘哭 提起卢倩倩这件人 我就来气 想我以前对她那么好 看她可怜 把她从街边捡来 给她吃喝 她说自己是被抛弃的私生女 我一个天使病犯了 就把她当闺蜜一样处 我这个千金大小节 有的她都有 结果呢 人家就是一白眼狼 吃我的用我的 还瞎想我的男人 哦对不住了 本来就是她的男人 是他们下套 让我以为找到了真爱 结果我陷进去后 把我坑了人才两空 想到这里 我就恨 老娘死了 你们也别想好过 我一痛发疯 卢倩倩已经痛到虚脱了 只能躺在床上哼哼唧唧 和死了没什么两样 徐妍上前要关心 我看着那嘴脸 就觉得恶心 当时低头看了一眼 对我刚才挠下来的激流 我灵机一动 嘿嘿 完蛋弓咯 我用旗带做了一个简易弹弓 往后一拉 发射 正中徐妍的眼睛 她当即惨叫了起来 关键是 这波激流子弹 还是连环的 突突突突 她拼命的捂着眼睛 我黑黑一笑 这里有武器 干脆把它废了吧 我调整角度 瞄准目标 摘下了最大的一颗激流 把弓拉到最大 啊 徐妍捂着裆部趴倒在地 一边的医生们上前检查 都摇头叹气 完了 没救了 然后抓着卢倩倩的手 语重心长的说 从此以后你们就姐妹相称吧 卢倩倩一听 嘎得晕了过去 自从徐妍被我废了后 整个人就愈愈寡欢了 也不和卢倩倩亲近了 对于她各种亲密的举动 也开始反感了起来 你们女人 为什么要是想要做这种事 你都怀孕了 能不能消停一点 多么熟悉的话呀 我听着就想笑 卢倩倩身受打击 后退了两步 结果还没走远 就听到徐妍喊她了 她惊喜不已 老公 没想到人家开口问的是 你觉得我们把这墙 刷成粉色怎么样 她熬了一下哭了 边跑还边抱着肚子问 宝宝 你说你爸爸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我供了一下肚子回应 她脸色不好了 但还是投铁地问我 不可能的 她一定是受到打击了 才会这样的 她最爱的人是我 然后给我讲述了 他们之前的点滴 她越这样我就越反感 别拿你们的狗屁爱情 来恶心我 我一脚踹晕了她 等她醒来后 发现身边无人 原本时刻担心她安慰的 徐妍同学 正在慢悠悠地做美甲 她气得扭头就走 拿起电话要诉苦 发现了那个号码的主人 已经死了 愣在了那里 以前我们还是闺蜜 我担心她心理承受能力不好 就各种关心她 有点屁事就去安慰 导致她没事就来找我谈心 现在我走了 没人了吧 不过没关系啊 你老公可以当你姐妹啊 这不 她都开始穿你的裙子了 你确定不去看看吗 一过去 卢倩倩倒抽了一口凉气 感觉自己的三观 都要被颠覆了 因为徐妍已经变成了一个 妩媚妖娆的爷们 身穿粉裙 穿着高跟 嘴里涂着死亡八笔粉 关键是身边还有一个女人在 贴着她 做着各种亲密动作 这具有冲击力的画面 让卢倩倩晕眩不已 瞬间开始撕逼大战 一个女人 VS1.5个女人 这场战役谁输谁赢 一看便知 只是我觉得无聊 大家都是姐妹了 吵什么呢 格局大点啊 以后年纪大了 不都是要一起跳广场舞的吗 我这话一出 卢倩倩疯狂尖叫 估计是无法接受 她心爱的男人变成了她好姐妹 而且她还有了新的姐妹 这个残酷的事实 嘎了一下 我感觉到肚子一阵紧缩 哎呀呀 这是要生的节奏了 我立刻大喊 各单位注意了 卢倩倩马上就要生了 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姿势出来呢 我首先问了胎盘 大兄弟你觉得呢 胎盘 做人就是要开心 我等会出来的时候 会变成一个旋转胎盘 羊水 我搞个水枪庆祝一下吧 期待 我会把自己美美的 打扮成一个蝴蝶结的 剩下毫无存在感的胎粪 你们都想好了 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那不如我先打头阵 呼 说干就干 胎盘以每小时 三百八十麦速度冲出去 目标 徐妍的嘴 徐妍猛逼了 我刚才吃了什么 一边的新姐妹 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委婉提醒 你的嘴好像有点脏了 她一摸 顿时尖叫起来 我当即指挥胎盘同学 你看她刚好张大嘴巴 把你的存货都使出来吧 遵命 突突突突 一通机枪扫射 徐妍快疯了 卢倩倩你脑子生死有病 卢倩倩哪里还能说话 没痛死就不错了 她虚弱的喊 我的肚子 徐妍一看 这架是不上升了吧 她惊喜不已 宝贝儿子总算要来了 也不顾自己满嘴都是粪 抱着她就往医院跑 我冷笑了 到底是心爱女人的孩子 那叫一个区别对待 想我当初怀孕的时候 她根本不知道 关心这两个字怎么写 还暗地里给我各种加料 导致我气血亏损 差点没死 后来我生产前 和卢倩倩商量 要一起搞死我 你人生孩子 就是一只脚踏进鬼门关 我们做点手脚 谁会知道 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 到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孩子 抱过去 假装是余威生的 你就可以继承她财产了吗 过几年等孩子大了 我们再告诉她 我们才是她亲爹妈 多好啊 计划是好啊 怪不得我生产前这货 一个劲的劝我去国外生 还说外面的技术好 对我和孩子都好云云的 我就是被下降头了 才会答应的 只是我想问一句 大哥你确定你这孩子 能生得出来吗 各单位以为我要自杀了 期待老大你要玩自杀 带上我一个 我可以把自己勒死的 开盘 我可以把自己转晕 羊水 我可以选择溺死 我摆摆手 生命那么美好 死干什么 咱还得玩玩是不 怎么玩 我微微一笑 大家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好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开心 他们对视了一眼后 开始放飞自我 于是医生又又又一次的 看到了医学奇迹 在B超下 他们看到了 期待是艺术体操 开盘是旋转陀螺 羊水是龙溪水 哼哧哼哧 好不热闹 医生们又又又怀疑人生了 这年头肚里的情况 都已经这么复杂了吗 卢女士 你的孩子 好像不是很愿意出来呀 卢倩倩已经疼得不行了 听到这话 瞬间眼前一黑 医生你要帮帮我呀 母子连心 不如你和孩子说说话 让她愿意出来 卢倩倩想到了之前和我的沟通 觉得这可能可行 于是开始哄我 宝宝快点出来呀 我带你吃好吃的 D 你都在吃我的喝我的 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宝宝你别折磨我了 出来我带你玩好玩的呀 我自己都可以玩啊 突突突突 一波操作后 我感觉到肚子内氧气不多了 我决定先透不气 于是我把脑袋钻出去了一下 医生很惊喜 看到孩子投了 用力呀 卢倩倩也觉得有希望了 哎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重来 搜了一下 我把脑袋缩回去了 伸出来一只脚 然后是一只手 我进去又出来 出来又进去 这到底是个什么孩子啊 徐妍在一边无脑喊 老婆加油 你可以的 我看到了她那张嘴 心生一记 卢倩倩快折腾得差不多了 不如接下去折腾折腾一下她 胎份同学 发射 目标 徐妍 呼 我乘着胎份号飞船 达到了徐妍的嘴里 我兴奋的搓搓手 这要从哪里开始呢 说起我和徐妍这个渣男的那点事 也是我脑残 当时我以为她是我的白马王子 各种对我贴心 没成想我居然是人家的替身 外加一台全自动提款机 她说她老家要造房子 我砸钱 她说她小姨妈生孩子了 我砸钱 她说她家里母猪难产了 我也砸钱 我当时就是个被爱情冲昏头的无脑 她说什么我都答应 事实证明 田圆蜜语 那她娘的就是披霜啊姐妹们 时间长了 我也知道徐妍不是很爱我 但我总觉得以我的毅力 可以融化她的心 直到我现在看到她的心 乌黑乌黑的 我觉得当时的我 纯纯的就是一傻茶 就这样还谈什么融化 看看她对卢倩倩的所作所为吧 那是她爱的人吧 为她刚刚九死医生 产下她的宝贝儿子了吧 但是在医生说 她有性命危机 需要去ICU抢救的时候 她却犹豫了 只是因为人家医生说 一天大费费用要十万 其实人家有一宝 我给买的 而且徐妍这些年 从我兜里也坑了不少钱 一天十万就是洒洒水 就这样她都不肯 还美其名曰 她和我说过的 不想要进ICU插馆 那太痛苦了 就算活着也是毫无生活质量 还不如让她去吧 多感人啊 没看到卢倩倩在翻你白眼了吗 人家还没死 还有知觉 还听得到呢 我回头看了一眼卢倩倩 姐妹别伤心 你好好的去吧 我会帮你报仇的 之前我在她肚子里 觉得空间太小了 现在这地方好 够大 可以让我彻底放飞自我 我首先攻击她那张嘴 要不是她那么会逼逼 我会怎么被她骗呢 现在必须立刻马上嫩死她 我来了一段踢踏舞 把她的舌头震抹了后 拽着她的两颗扁桃体 疯狂做引体向上 她嗷嗷的疼哭了 觉得自己喉咙里有东西 想吐吧 又没有 因为我已经从她的食管滑下去了 我开始顶她的肺 踩她的心 玩她的胃 一轮下去 她人快挂了 赶紧打了120到医院 医生问了情况后 先给她检查了一下喉咙 她敢张开嘴 医生就吓了一跳 因为我此时微笑着 趴在了她的舌头上 医生拼命揉眼睛 都怀疑自己开始产生幻觉了 人类的舌头上 怎么还会有一个小人呢 别晃啊老铁 我可不是来下你的 而是给你传递信息的 我做了几个手语动作 告诉医生 这货就是个杀人犯 建议报警 医生不宜有她 毕竟这么荒谬的事情 都被碰到了 眼前这个人是杀人犯的概率 可能也不小 于是她提出了 让徐妍转科的建议 然后趁机报警 徐妍是猛逼的 怎么来看的 并把警察都招来了 而且问的 都还是超级敏感的问题 你摘掉余威已经死了吗 你能详细讲述 一下你和她的关系吗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徐妍淡定表示 警官 我们是夫妻关系 是我的妻子 每一张照片 我都是笑着的 乍一看 我们好像是很恩爱 可惜那都是假的 为了不错过 这次把她送进牢的机会 我开始策反 她的身体的器官了 各单位注意了 听我说 我自我介绍了一下 详细讲述了 我和渣男的那点恩怨情仇 重点是她如何 阴险地坑了我 然后把我指指死地的 甚至我肚子里 还怀着她的孩子 她也能痛下杀手 在我一番激情的演讲后 大家都沉默了 都觉得她们的主人是个渣 我们居然为这样的主人服务 太羞耻了 我被羞矣 很好 看样子器官们还是个人 但这还不够 我还给他们灌输了 他们的主人 这尿性估计会进橘子 那就彻底玩完了 首先受伤的就是骨头君 拧不了一顿打 骨头君愣了下 还有没得饭吃啊 魏同学连带着他的好机友 大肠小肠 虎屈一阵 说不定还会有男人喜欢你 心脏同学表示受不了 雪花同学大叫 我不要啊 我都投胎到一个男人身上了 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我贪手 没办法 那地方鱼龙混杂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后 集体举手表示抗议 一定要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于是各单位齐刷刷的合作 开始齐心协力 竟往一处使 最后化作了一股气 通过声道变成了一句话 我就是杀人犯 人是我杀的 毒是我吓的 我就是故意放弃抢救的 当他说出口的那瞬间 自己都惊呆了 这话怎么会从他口里说出来呢 他想狡辩吧 可架不住 自己发不出声音了 因为我已经把他的两颗扁桃体 死死的拿捏住了 他只能发出呜呜的叫声 审论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这过程丝滑到怀疑人生 甚至他们都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陷阱 徐先生 关于于薇薇女士的案件 我们还需要调查 也请你积极配合 是是是 一定一定 他这一答应 体内的器官都认定 他就是个杀人犯 因为心脏同学跳得太快了 已经瘫痪了 他绝对有问题 大脑 可他一点也不当真啊 在接受警察的盘问后 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回去后 还打算抱着那个孩子 去继承我的财产 而且他已经预感到自己 被控制了声音的事实了 开始写字了 他一手拿纸 一手抱娃的回了我的别墅 纸上深情款款的写着 这是我和于薇的孩子 是他付出性命生出的孩子 我要带他回来 继承于薇的财产 管家低头看了一眼娃 皱起了眉头 你确定 这娃黑德和煤炭似的 小姐什么时候有黑人血统了 徐妍都惊呆了 为什么一直 毫无存在感的管家 会这样说呢 捆货 那是人家早就知道 你的真面目了呀 他告诉我这个人不可靠 早点甩了才好 我当时是有点犹豫的 但还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大小姐你一个人 在国外生孩子 一定要小心 这样吧 如果没事的话 就不用联系我了 一旦有事你就按你床边的按钮 最后我挂之前 按了一下按钮 当时我气弱油丝 也不知道有没有拨通 看这样子 管家是知道我被害了 我激动的不行 管家大叔 给我虐死这个死渣男 这个孩子是不是小姐的 还有待验证 想要证明的话 可以做个亲子鉴定 可是 等律师来之前 我是不能做任何决定的 许愿气的不行 但还不放弃 打算突而求其次 先捞点钱也好 管家明确拒绝了他 大小姐不在 谁都不能用他的钱 然后当着他的面 冻结了他名下所有的卡 他咬牙 那我带走自己的东西 总可以吧 当然可以了 管家拿出了一个平板 开始清点他名下的物品 古董花瓶 不是你的 麦巴赫 不是你的 钻石套链 也不是你的 让我看他啊 噼里啪啦一顿敲 结果还真的找到了一样 他立刻让人拿来包装好 这就是你的东西了 徐爷一打开 发现里面 居然是一条粉色的内裤 脸绿了 我记得这条内裤 还是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 他为了勾引我买的 这就是你仅有的财产了 你要带走就带走吧 不客气 不可能 难道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吗 他不甘心啊 管家演艺成 这些年 只有大小姐为你花钱 你什么时候 给大小姐买过礼物了 你吃他的喝他的 却从来没有在节日的时候 给他惊喜 也就是大小姐 喜欢你这个穷逼 才纵容你的 现在大小姐都不在了 我还鸟你干什么 说着直接给了他一拳 徐燕震惊了 你打我 我年轻的时候 学过几年泰拳 我不介意再温习一下了 管家卷起袖子 露出了精装的肌肉 人家是年纪大了 但身体素质杠杠的 徐燕一看就觉得比不过 灰溜溜的抱着孩子走了 他在内心嘀咕 老子一定会再回来的 我呵呵了 有我在 你做梦 徐燕回去后 正在逼一个大招 他各种联系律师咨询 如何让他实现利益最大化 并且还很恶心的暗示 给他造假 我继承了家产后 绝对少不了你们的好处的 这人太恶心了 之前我怎么就不知道 他这么禽兽呢 不教训一下不行了 各单位有什么想法吗 之前我们的所作所为 让他病了 吃了不少的消炎药 让心脏以及肾脏同学倒下了 现在我们的人数不占优势 只能出奇策了 还在前线作战的大肠同学表示 他可以身先士卒 不如我玩了自闭 这个主意超级NASA 我赶紧号召旁光 小肠 要到同学们一起 这一次大家要齐心协力 弄死渣男 好 一番鼓舞士气后 大家开始工作了 一个个的都紧闭家门不出 开始徐燕还不以为然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憋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而且每次去上厕所吧 都没有东西 弄得他快怀疑人生了 最后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午后 这孩子砰了一下 要试尽了 被热心市民送往医院的 医生一看他 表情明显就是 怎么又是你 一通检查后叹气 建议切除吧 至于切什么 作为男人他很清楚 医生你救救我呀 放心 我会帮你切得好看一点的 一个小时候 徐燕撬着兰花指从手术室出来 边走边还冲着旁边的大爷翻白眼 看什么看臭男人 我 哈哈哈哈 这几天 渣男一直在忙 他找来了各种奇异人士帮忙 想要做最后的冲刺 特别是重点 要打造我们夫妻 感情很好 他超级爱我 然后骤然痛失爱妻 现在悲痛不已 据说这样可以博取同情心 而且律师方面也给了他一个好消息 说是证据收集好了 你马上可以继承余威的所有财产了 他激动得一蹦三尺高 我叹气 大哥你悠着点 刚做完要道手术 确定还要这么憨吗 大概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他此时的心情了 他一个开车冲到了商场 大肆购物 还一副老子有钱的驾驶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东西都给我拿来 以前我好活着的时候 他也喜欢装逼 只是我在前面他每次都只要憋着 现在好了 他放飞自我了 那副土财主的样子也拿出来了 只是大哥 你走进的是奢侈品店 不说别的 这装总要装一下的 你这一开口 让其他顾客怎么看 一个个都是白眼 他深受刺激 拿出了卡疯狂刷 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挽回尊严 各单位问我 外面发生这样的大事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微微一笑 佛约不可说 第二天 徐燕就接到了管家的电话 通知他去别墅一趟 商量财产继承事宜 他两眼放光 一秒回春 感觉那切了的玩意儿 都要长出来了 好 我一定准时到 挂完电话 他就蹬不住了 仰天长笑 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各单位也知道 他是个什么尿性的人 气坏了 问我 你怎么没反应 我说 你们看他今天穿的是 什么颜色的西装 在我的科普下 他们秒答 死亡发笔粉 我笑了 重点是死亡两个字 这会今天去 那就是有去无回咯 血烟大摇大摆的进去了 他的确有那个资本 现在的他 手握N多证据 造假那个孩子是我的 还不知道从哪里 搞来了一份亲自鉴定 最恶心的是 他还提供了一份录音 是我当初爱他时 无脑状态下说出的话 以后我的财产 那就是你的呀 他把这些东西 交出来的时候 表情都不一样 好横好横的 而且他表面上 说的很好听 其实吧 这财产我不要也不要紧 但是我还有个孩子 为了孩子 我也没有办法呀 总能挣苦了孩子吧 说着拿出了手机 对着我的照片说 微微啊 你放心 我以后会好好 把孩子抚养长大的 让他和你一样 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吐了 我死到现在 你花十块钱一向 都不舍得做一张 还有脸在这里表演爱我 管家看了一眼 点点头 确实 这话没错 他开心极了 差点笑出了猪叫声 可我太了解管家了 他刚才那王志蔑氏的眼神 分别在说 白痴 这样的话 也好意思来忽悠我 本来还打算 和你迂回一下的 现在看来 你不配 于是直接拿出了大杀器 但是大小杰生前立了遗嘱了 一听这话 徐烟头晕了 我立刻智慧大脑同学 赶紧给他供养 这样绝妙的时机 他绝对不能错过呀 于是 徐烟被自愿地 保持着清醒的脑袋 然后听到了管家说 大小杰临死前说 把财产都捐给国家 哄 他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然后又醒了 是吐血吐醒的 他不敢相信 我会来这么一招 这不可能啊 亲 这有可能 这是我和管家之间的约定 一旦我按了那个按钮 就说明我已经认识到 他是个渣男的事实了 那我的钱是一分 也不会给他的 我还调查过了 你当时明明可以救大小杰的 你就故意不救 你就是想要大小杰死 然后继承他的财产 徐烟肯定不会承认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孩子都在这里呢 他指的是那份亲子鉴定 可精明的管家 打从一开始就看穿了他的把戏 是吗 那这样的话 我这里也有一份亲子鉴定 他拿了出来 上面显示的是 这孩子是卢倩倩的 徐烟惊呆了 这不可能 不如让他本人和你亲自说 说完 管家让人打开门 从门后缓缓地出现了一个身影 徐烟眼珠子都快掉落了 打死他都不相信 明明已经挂了的人 怎么还会好端端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管家说 我早就知道你们不安好心了 就去调查了 没想到 最后关头 管家就吓了卢倩倩 当然也是有代价的 就是让他指征徐烟 说出全部计划 卢倩倩刚刚经历了死亡 还知道了徐烟的真面目 气得不行 又这个机会 更是咬着他不放 一股脑的将知道的都吐了出来 包括如何害死我的细节 我真后悔当初 为什么要听你的 他对我那么好 你知道背叛他的时候 我有多难受吗 也是为了钱 他才会选择和徐烟合谋 而今天他愿意说出来 一部分是被管家胁迫 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赎罪 他提供的线索很详细 足以能证明 徐烟就是凶手 而这时 管家早就联系了警察也上门了 把他带走 徐烟愣是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 徐烟因杀人最被判刑 无期 而且最惨的是 他一边坐牢一边还要还钱 之前用我的名义开的信用卡 那些人还不知道内情 就觉得他是我老公 我这个大财主 肯定不会差这点钱的 现在好了 他这副样子了 他们立刻杀过来追债 怪不得你当时没说话呀 各单位惊叹 那是 不然就凭他 还想花我的钱 怎么可能呢 就是为了让他掉入去坑里 而且这钱是他实打实花的 就算进去了 也得采缝刃即还 还得出来吗 我微微一笑 也不是很久 也就区区八十年 眼睛一眨 一辈子不就过去了吗 再说那个卢倩倩 有意带着的孩子 他那点惩罚暂时延缓了 管家的意思是 害过我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 等孩子长大了后 他就要去服役 只是到时候面临着和孩子分别的痛苦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 这我不关心了 自从案子定了后 我找了个机会 从渣男的身体里出来了 由于我之前的带头作用 他体内的那些器官 也跟着要走了 他们表示 我们也不想和他混了 为这样的人渣服务 那就是他们的耻辱 老大 带我们走吧 我欣然接受 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我伸了懒腰 集结了所有的小伙伴 一起冲了出去 此时正在努力 踩着缝纫机的徐岩 突然感觉到心脏剧烈的收缩 然后就倒了下去 他想叫吧 活龙同学已经走了 他想发出动静吧 可手脚同学也走了 他挣扎吧 大脑告诉他别徒劳了 谁叫你害人 你活该 一个个的都开始放弃他了 他在绝望中 看到了从自己嘴里 钻出了一个小人 冲着他微微一笑 他瞪大了眼睛 看到了我 你死渣男 你去死吧 他一下明白了 之前他的身体里 为什么会有那么些奇怪的反应 在想要说什么 人已经嘎了 御警过来的时候 他是坐在缝纫机上挂的 就踩个缝纫机也能死 他们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 从他进来的时候 就对他没有什么好脸色 现在知道他死了 也就是随便处理一下 套上麻袋 往垃圾处理场一丢 完事了 而我 带着我的小弟们 乘风破浪 这一时 我再也不要什么狗爱情 只要自由自在 足矣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